大家好,又係我A軍的六四系列 昨天說到,4月27號的時候,北京的高校聯合舉行了大遊行,號稱百馬大遊行 北京那邊高手過招,你來我往,亦都沒有什麼明顯的衝突發生過 但在4月27號那一天,上海那邊江澤民取締了世界經濟道部,往後就掀起牽然大波 好,今日A軍繼續說回4月28號的事 大家都知道,學生那邊提出了罷課很久,但依然有些學生上課 有學生用了一招,他們當時是非常沾沾自喜的一招 但現在,A軍看回都覺得很值得相確 他們用哪一招呢?就是有學生去全家北京大學裏面 每一個教室,看他們出席的情況 然後,將出席的情況等於三角地公佈 給一些上課的學生壓力 甚至還私底下稱呼那些上課的學生叫做學察 這件事其實A軍認為很值得相確的 想不上課?自己作主吧 但是,你想搞罷課,你給壓力其他上課的學生 這件事A軍認為很有問題 好,同時間,北京那間高校也貼出了不少大字報 說,這件事A軍認為很有問題 好,同時間,北京那間高校也貼出了不少大字報 說,這件事A軍認為很有問題 4月27日遊行勝利 但是,加冥上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由於學生其中的要求就是要求對話 清華大學貼出了一個叫做對話十一條大字報 提醒學生要將重點轉回去研究對話的先決條件 以及提出了對話內容的建議 主要是討論貪官污吏和官賭問題 討論教育經費、教師待遇問題 新聞自由、學生動員的性質 以及要求正面評價胡耀邦等等 清華提出了對話十一條 而北大那邊堅持用他們提出的七條 當然,要正確評價這次運動 要正確評價這次運動 A軍經常聽到正確評價 很多時候都會想到他們的評價 不適合你的想法 就不是正確評價 其實某程度上都可以說 要求正確評價是某程度上的獨裁 反對清今次運動是動亂 以及要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 由於他們的自治組織被當局質疑合法性 所以那天曾經有學生提出過 要去做直選的 當然,有人提出對話的一些內容 但亦都有一些純發洩 當然這些發洩是非常之激 北京大學俄文樓1097 有人在黑板上寫著 打倒李牌!火燒中南海! 這些純發洩真的做得相當之差 晚上八點鐘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等 三十多名學生在中國政法大學開會 宣稱二十七號遊行衝破禁令 取得勝利 並且討論了六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各間高校不能獨立地與政府對話 所以整體聯合會的名義 原則上平等地對話 同時間 要由真正的學生代表對話 對話的時間、地點、政府出面人員 要得到學生認可 這一點 A君認為非常之值得爭議 首先第一件事 他們說要用聯合會的名義 這是他們的事 同時 這件事A君是認同的 不能夠各個學校派幾個代表過來 然後在上面有說 原來不是代表眾多學生 只是代表自己的學校 甚至乎只能夠代表自己 這些對話 意義不大 但是要求平等對話 這件事 其實 都不算最大問題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政府出什麼人員 要跟你們去說 是要學生認可呢 這件事 就真的是很大的要求 相反 在政府那邊 也沒有要求學生的代表 是要政府認可 在這裏 他們說是要平等對話 老實說 這次A君看完之後 是覺得這個是不平等對話 去形容 好了 第二點 專業性的藝術學院 外語學院 明日可以復課 其他學校要繼續 罷課到五四 這件事 A君也覺得是有問題的 罷不罷課 是學生的自由 其他學校 是罷課到幾時 不是你們作主 好了 另一件事 更加特別 原來 當時學生那邊 應該出現了一些內控 他們決定 撤銷中國政法大學裡面 的大學生 周勇軍 聯合會主席的職務 由私大的 吳爾開希擔任主席 吳爾開希 終於靠422上了位 好了 但是一件更加特別的事 什麼時候是一屆的主席 七天換一屆 接著繼續在北京師範大學 繼續開會 至於是否繼續遊行 以後就要看政府的態度 第六點 最後一點 就是爭取聯合會的合法地位 好了 北京那邊就說到差不多 A軍就要提到上海那邊 我們就說到 4月27日的時候 江澤民進駐了 世界經濟渡報 但是引發到 知識界的強烈不滿 嚴家綺包中信 大程等等 三十多人 就出了一封公開信寫著 捍衛新聞自由 至中共上海市委的公開信 攻擊上海市委整頓渡報的決定 好了 天津那邊又怎樣呢 南海大學繼續遊行 遊行的時間 由1點30分開始 今次在天津那邊的國家院校 就懂得做了 他們就學了北京那邊 口號 完全改了 就是說 擁護共產黨 擁護社會主義 擁護憲法 擁護四項基本原則 當然 最後的就是 清除腐敗 打倒官倒 等等等等 好了 既然 天津的學生 就學了北京的學生 天津的市委 亦都做事了 天津的市委 就說 港大職工 要堅決抵制學生 到工廠串聯 不參與 不支持學生的運動 還有 各個路口 都實施戒嚴 去到傍晚的時候 遊行的學生 全部回到學校 甚至乎連學生 亦都發現 今次的活動 對社會影響不大 感覺到自己 非常窩囊 至於 長春那邊 就發現了 一些北京學生 來做村聯 亦都捉到 一個 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 帶著一些 宣傳單章 來向同學 介紹北京的狀況 就勒令他離開 同樣 阿肥的高校 亦都出現 叫人去 罷貨 遊行 等等的大字報 說了這麼多 關於學生那邊 亦都要說 關於官方那邊 官方 處理通知 通知 通知 就這樣說 這一點 A軍 絕對 同意 這件事件 是有部分人 跟外國那邊 配合 和長期做準備 去挑出 這點 A軍很同意 他們 製造這場 動亂是有 長期準備的 我們必須看到 這場 鬥爭的 複雜性和 長期性 根據當前的情況下 不經局勢的穩定 還須要一個過程 工作十分艱鉅 特別是在五四前後 仍有可能發生動亂 從而波及各地 各地和各高校學院 一定要握緊時機 做好有關工作 這份通知 亦都相當之眼尼 除了看得出 他們是和國外有聯繫之外 亦都提出 是要一段時間才能夠平息 以及最重要 是按照當時的情況去做決定 特別要留意 五四前後 有機會發生動亂 好了 4月28日的時候 各間北京的院校 就說要搞對話 而4月29日發生了什麼事呢 對話 開始了 4月29日 對話的過程是怎樣 我們明天再說 拜拜